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感染人数还是一直在往上涨 不知道新州的小伙伴还要封多久 感觉围州的话可能这一周还是要继续封下去呢 可以听到已经收到客户的私信了 好的 谢谢你 咱们今天其实主要还是讲一下澳元的一个走势 因为近期的话澳元变动也是比较大 可能大家有考虑着想要换会 或者做这方面交易来赢取这方面的利润 行 那正好时间到了 大家也都可以收到声音 我们直接开始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周二在线金融小课堂 我是Rick 那咱们本期的主题就是澳洲的疫情反反复复 澳元是否还会继续下跌 那在讲座开始之前还是按照惯例进行一个免责声明 本次讲座中所有提到的观点 仅仅代表分析师的个人观点 并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因此所有建议仅为一般性建议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还是先来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那我呢是毕业于莫大师大学的银行与金融硕士 那目前呢是持有RG146的金融从业资格证书 那曾经就职于多家金融券商比较熟悉的产品 像原油 黄金 外汇等金融产品 那并且我是一个趋势交易者 比较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些趋势的一些指标 如果您也是一个趋势交易者的话 咱们可以平时多多交流一下互相学习 OK那我们就啊进入今天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的这个整体部分分为五个环节啊 首先呢进行一个公司的介绍 那之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下澳元的属性 包括趋势啊如何进行判断 那为了更加生动啊 我会捋一捋最近从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啊 澳元的一个走势的时间线啊 有助于大家去了解澳元这么一个走势 那以及在最后的时候啊 我们会给出一个澳元未来走势的一个啊分析 OK那GoMarket呢 是在2006年在澳大利亚成立 那我们的也是受ISAC的正规监管 那监管号呢是254963254963 这个啊您可以在ISAC的平台上进行查询 2015年的时候啊 GoMarket成立了中文的服务部 那我们啊提供一站式的中文交易 以及分析服务 包括像股评报告啊 这些我们都会出具中文版的会评报告 方便您的去了解 去了解这个市场 那受到ISAC的监管啊 您就不需要担心您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安全问题啊 您的资金啊是受到安全隔离的 那受ISAC的要求呢 所有客户的投资资产啊 都是会存放于在 我们在国民银行的信托账户当中 那这笔资金啊 适合公司的日常运营是完全区分开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像咱们之前租房 无论您是房东也好 房客也好 都是有一个傍金嘛 那这个傍金的话是不会轻易碰到的 但作为投资不同的一点来讲呢 您作为投资者啊 您是随时可以取走您的这个所谓的傍金啊 也就是您的这个投资的资产 但是我们是不会碰到它的 不会用它去进行我们公司的日常的 日常的使用的 所以啊 仅和您的交易有关 您完全可以放心资金的这个安全性 另外我们是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交易产品 除了像外汇啊 黄金白银贵金属 原油期货全球股指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交易啊 股票的CFD差价合约 像在澳股美股以及港股上市这种大蓝筹的 CFD差价合约 我们这儿都是可以做的 并且啊 在八月底的时候啊 我们将会正式上线 澳洲的实体股票 也就是说您平时啊 举个例子啊 您在ISAC或者在COMSEC上有做这个股票 那在我们这儿也是一样可以进行交易的 并且啊 您如果说近期有打算把某只股票抛出 或者说买入的这个想法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平台 如果您已经持有股票 可以转到我们平台来进行交割 我们的这个交易的费用啊 应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 具体的话 咱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啊 添加一下小助手 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或者给我们致电 那GoMarkets呢 也是被评为连年啊 被评为一个最佳的一个客户服务 并且呢 我们也是啊 成为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一个 线上的一个交易的合作伙伴 OK 我们啊 今天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啊 我们先来说一下澳元拥有哪些属性 咱们先说第一个啊 风险货币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风险货币啊 顾名思义就是说 当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货币啊 将会受到可能或可能是受到抛售啊 或者是啊 不被大家所看好 那他当受到金融啊 政治或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那与之相反的啊 就是说像叫避险货币 那比较典型的就是像美元 因为大家都知道 货币啊 最后的背后啊 是由国家信用为其背书 那美国即便是现在经历的疫情这么严重 那他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地位啊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是不可撼动的 所以说 每当有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美元都会受到追捧 那但是像澳元这种风险货币 可能会受到这个抛售啊 再次强调美元是属于避险货币 澳元属于风险货币 那高息货币啊 那澳洲的话 这个如果这个咱们这老一名一定都清楚啊 澳洲的央行利率啊 在全球的发达国家当中啊 一直是处于相对较高的一个利率 那即便是经过了疫情之后 各国央行的降息放水 那澳洲的利率还是在发达国家当中相对较高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澳元的商品货币属性 什么是商品货币属性呢 就是说这个货币的汇率啊 与其大宗商品的相关性非常的高 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啊 这个来解释一下 一个是风险货币 这张图表啊 表达的是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啊 在08年的金融危机前后的这么一个表现形式啊 那澳元对美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到达高点 当时的高点是在大概1比1附近啊 也就是说一澳币可以换来一美元 那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 澳元对美元的价格啊 迅速下跌至了0.6 0.6附近啊 相当于打了一个6折 那这就代表一澳币啊 只能换来0.6美元 对吧 这是美元上涨了 澳元下跌了 就体现了一个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啊 风险货币将会被抛售 那避险货币啊 将会被青睐 所以说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啊 直线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 那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啊 恢复啊 避险情绪的减少 那以及美联储啊 惯用的一个伎量 就是每次金融危机之后呢 美联储要惯用就是 降息放水 对吧 那让美元主动贬值 那在这个风险之后呢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啊 又是一个回 一个逐渐的一个稳步的一个走高 那最后我们跑到1.1附近 1.1代表以澳币啊 可以换1.1美元 是不是听着很开心啊 就是澳元比美元要值钱了 对吧 那这是对于它风险货币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实力啊 那剩下的对于商品货币 这个大家听到新闻 应该是比较多一些 因为这个图表啊 是指的呃 画的是澳元对美元的一个走势 这是红色和绿色的这个 K线图啊 代表的是汇率的 外汇货币堆的一个走势 那黄色这根线呢 代表的是铁矿石的一个走势 咱们看到时间线 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 铁矿石的价格达到了 最低点大概是83附近 那随后啊 铁矿石价格一路上涨 那澳元的价格也是继续上涨 那他们的相关性 为什么说比较高呢 你看这是同涨 同跌 对不对 铁矿石跌 它也跌 铁矿石涨 它继续涨 铁矿石跌 它继续跌 所以一个同涨同跌 咱们说他们的相关性比较高 所以说啊 随着一路上涨的铁矿石价格 也是推动了澳元 对美元价格的一个上涨 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那体现了它一个商品货币的这么一个属性 那说完了澳元的一个三大属性之后呢 我们就要想去明白 如何去判断一个货币对的一个趋势呢 那在这个咱们外汇交易方面啊 主要分为是技术面和基本面的一个判断 那技术面呢 包括像各种技术指标啊 像MA啊 Moving Average啊 EMA MACDRSI等等啊 这些比较枯燥的一些英文单词 那这个咱们今天先不作为重点 它并不是难啊 只是说比较负担 每个人选用的技术指标不同 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咱们可以单独出一些关于比较好用 比较实用的一些技术指标的一些分享 那今天咱们先专注于基本面 那基本面的话 那那举出了一些例子 这些可能并不完全啊 但是呢 大概能好 囊括了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面吧 那基本面的话 我们会看一些像经济指标 有一些GDP的数据啊 通货膨胀的数据啊 PPI CPI等等啊 那以及像就业率 失业率等等的 我都因为这个篇幅原因 我没有写进去 那包括像政府的政策啊 以及货币政策啊 像这个利率决议啊 我们是提高利率啊 还是降低利率啊 等等啊 加息降息等等 这些都是要考虑在内的 包括像社会因素 这个国家的这个社会呢 是否稳定啊 那以及像我们新来的疫情 这个也是要考虑在内的 那疫情是否得以控制 是否会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 那以及一些其他因素 这都要考虑在基本面 基本面在内 当然虽然说 基本面的信息比较多 比较杂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工作 我们会筛选一些 基本面有用的信息啊 给呈现给客户啊 节约您的时间 您只需要看到说 我们这个报告里说啊 那今天是加息了 那对利率怎么样 降息了利率怎么样 那么会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分析 呈现给您 那说到这些啊 我们我后续啊 还会通过 结合澳元的时间线 来对这些经济指标 这个利率啊 稳定啊 疫情啊 社会因素啊 等等进行一个 呃 面对面 或者点对点的一个分析 那所有故事的开始啊 都要放到2020年 3月19号的这么一则新闻 当时就宣布周五的时候啊 将会禁止所有的非公民 以及非永远居民入境 也就是澳洲正式的关闭国境 一直到现在 提前了一个风险货币的一个属性 为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当时的澳元对人民币的一个走势图啊 消息公布之后啊 澳元对人民币的走势啊 从4.2附近啊 一路跌到了3.9 破天荒的这个新低啊 咱们用外汇的术语讲 是跌了3000多个点啊 这个这个您如果现在不懂的话 不要紧 之后其实这些术语啊 只是啊 只是一个概念 您知道了之后就就很简单了啊 以后我们会单独说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作为一个入门来讲的话 还是说一下整体一个基本面的情况 从4.2跌到3.9 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啊 很多做地产的朋友 发的最多的一条朋友圈就是买房吗 买房就打八折 对吧 那的确啊 疫情之前啊 澳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啊 基本上就要维持在五附近 比这还要高 在五附近那五打八折不就是四吗 对吧 那3.9的话 其实也没有维持多 没有维持很久的时间 就拉了回去啊 就回到了四以上 所以当时如果有进行换货啊 或者说进行外汇交易的客户啊 那可能说是也是大大的赚到了啊 这个也就体现了澳元的一个风险货币的一个属性 咱们也看到了政策因素啊 对于汇率的一个影响 那封城啊 是因为疫情开始发展 那封到一定的程度啊 它会导致国际人员的流动的一个受限 并且呢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个经济问题 其实啊 市场啊 对于澳洲经济的一个反应的预期啊 其实已经提前很久了 已经反映在汇率上了 非常担忧嘛 对吧 那其实咱们回过头来 现在看澳洲的经济也是 经过了这么多轮的封城 以及这么长时间的封国以来 大家可能对于澳洲的一个经济的信心啊 是有一定丧失的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 对于澳洲的 呃 汇率影响比较高的一个因素啊 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澳洲汇率 那之后呢一路就上去了 那像刚才咱们提到了铁矿石 铁矿石的价格啊 在也是最疫情的时候 2020年的3月份 大概在83美元每吨的一个附近 那一路啊是上涨到了将近220美元每吨 那这个对澳元的一个影响呢 也是一目了然的啊 那这个图表也是接的是 咱们看一下 从 从疫情最开始的3月份 就是3月19号也是封城的时候啊 汇率最低 那澳元的价格呢 也是随着铁矿石的价格一路上涨 那 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啊 正相关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铁矿石的价格呢 是为什么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呃这么大幅的一个提高啊 那说到铁矿石啊 就不得不说一下全球铁矿石的三巨头 那就是币和币拓啊 利拓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股 那前面这两家啊 币和币拓以及利拓呢 是在澳洲都是有矿山 并且呢在澳洲的股票市场是有上市的 股票代码分别是BHP以及RIO 那这个呢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 为什么澳洲的铁矿石卖的这么好 我觉得其实市面上大家有很多分析 但是可能有一些忽略了 呃像这个距离啊 这些点 那咱们今天做一个比较啊 详细的一个分析啊 那并且还可以看一下之后 未来铁矿石的一个走势 那澳洲的铁矿石啊 品质是非常高的啊 这个货比较好比较纯啊 那含铁量在62%以上 那相比较如果说含铁量 在50%左右的铁矿石呢 那同样的投入的话 那你产出的成钢的这个量 就会更多一些 相对来说成本呢就节约了 并且啊 澳洲铁矿石含流量是比较低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铁矿石啊 要是想锻造成可以使用的钢材的话 那主要是烧去其中的一些杂质 主要对铁这个含量进行提纯 像碳啊 硫啊 这些都要降到最低是最好的 那含流量越低 它需要的工序就越少 需要的原材料 提炼的原材料就越少 它的这个提炼成本啊 相对来说就更低 并且啊 在国际贸易当中啊 不知道今天在座客户 有没有有多少是做国际贸易的 那国际贸易的话 除了买家买家和卖家商量好的这个价格之外 非常重要之外呢 这个货物的运输成本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之一 那澳洲啊 从这个地理上有个先天的优势啊 它相比相比较巴西来说啊 更近一些 离这个全球铁矿石最大的买家 中国来说更近 另外啊 当时疫情严重的时候 巴西的疫情大概是排一直在稳居 全球前三啊 这个感染数量还是死亡数量都是前三 那矿山呢 有一段时间也是停工了 比较混乱 所以产出也是受限 那当时的这个中国也是只能 没有办法 虽然说禁止了澳洲的像红酒啊 牛肉啊 啊 以及羊毛制品等等 一系列农夫产品吧 但是唯独铁矿石 它是没有办法 还是要大量进口 啊 这个就是供给的不平衡导致了这么一个原因 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那仅仅是铁矿石出口这一项就完全弥补了澳洲的这些其他的农夫产品的出口的损失 咱们可以看一张世界地图啊 这个是巴西的这个巴西的一个地理位置啊 如果说从巴西的沿海港口出发的话 那一路啊 来到中国是可以很明显看出我们从西澳的港口出发的话 这个路图啊是差了好多啊 另外还给这个地理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啊 准备另外一张图 这张是从右边看 有的人说那从这边走是不是更近啊 其实这边看距离啊 也是很远的 无论你是从下面走 对吧 还是澳洲的这边 还是澳洲最近 所以说澳洲的这个先天的一些优势啊 就决定了澳洲的铁矿石的这个不愁销路 咱们既然是说到了这个逼合逼拓啊 还是给公司多做一些推广啊 这个像逼合逼拓啊 这些股价股票啊 在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啊 逼合逼拓利拓啊 这种大蓝筹股 咱们都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这可以看到整体啊 铁矿石的这个还是啊 黄色的线代表的是铁矿石的一个价格走势 红色绿色的线啊 是这个公司的股价 也是啊 水涨船高啊 目前来说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铁矿石的价格 跌到了大概大概166附近啊 出现了一个下滑 但是股价呢 还没有出现 显现出影响啊 但是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 包括利拓也是啊 整体的公司股价和铁矿石 也就是它的主营业务的产品啊 相关性比较 因为它开采成本没有变嘛 但是呢 你的售价却提高了这么多 就是白白的就是增加了你的利润 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澳洲啊 第五次封城啊 顺着时间线走啊 第五次封城 那汇率啊 也是暴跌了1000点多 也还是澳元对人民币的一个汇率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五次封城的时候啊 从4.9几啊 一路跌到4.8几啊 就是1000多个点 在外汇上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差价了 目前来看 整体还是一个继续下行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先来总结一下 澳洲近期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情况啊 咱们从多方面去分析一下 澳洲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情况 那Delta变种病毒啊 也是继续肆虐全球啊 全球带来了一个新一轮的一个感染潮 包括美国 日本也是每天都是有一个不断的一个刷新的数字 那澳大利亚多个城市也是面临封锁 人口流动停滞 商业活动严重受限 那封锁之后啊 很多商业活动 尤其是咱们华人接触比较多的 像餐饮业旅游业 受到了严重的一个影响 你说餐馆吧 咱就说第五次封城 明明啊 咱们就说最近末尔本的第六次封城 突然间说周末要封城 对吧 那其实这个周末之前呢 有时是已经放宽了一个封锁的限制 那很多商家已经开始准备周末的食材了 对吧 那周末其实是餐饮业的狂欢嘛 但是突然间说周末要封城 其实打击就非常大 那导致大家也不敢进货 也不敢囤货 那对商业活动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外目前啊 悉尼的封锁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并且冬季的时候啊 病毒也是更加的活跃 悉尼现在已经封了 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吧 对吧 那墨尔本也是在这一个多月呢 也是封了两次了 但是呢 悉尼现在每天的新增病例也是 现在今天好像300多吧 好像350加 每天也是在增加刷新前日的新高 所以说封锁并没有取得一个很明显的效果 并且呢 澳洲目前啊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疫苗的接种率比较低 而且呢 供应不足啊 目前来说供应不足 后续可能像莫德纳的疫苗开始打 对吧 可能会改善这种状况 但是目前来说呢 还是有一个供应不足的现象 并且呢 这个呢 会导致一个不停封锁的一个恶性循环 这样就会导致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有一定的打击 信心不足的话 大家也不敢去投资 那可能经济越来越差 咱们其实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汇率啊 简单的去想象成是一个公司 那如果说一个公司啊 你这个公司运营的很好 这个盈利啊 一直在增加 那自然而然你的股价就会上涨 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的话 那你出口也下降 那你的主营业务产品也在下降 那可能你的汇率的需求也会下降 就会导致你的汇率啊 进一步的一个下跌的一个 一个利差的一个情况 那近期呢 也是全球的突发事件频发 那避险情绪啊 有所升温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风险货币和避险货币啊 咱们再反复强调一下 那避险情绪升温呢 自然会 而然会导致什么呀 风险货币的一个下跌 或者说被抛售 那全球啊 各地的自然灾害频发 像巴西啊 上半年的这个大旱 中国和德国近期的洪水 巴西啊 其实它的大汉影响是非常大的 巴西出产的大豆啊 那作为中国的一些进口的饲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口项 那可能会导致国内近 下半年的猪肉价格的一个上涨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 如果有做这方面交易的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那这些洪水呢 也会导致中国的和德国的一个 这是两个制造业大国嘛 制造业大国对于刚才的这个需求 也有一定的下降 那并且呢 近年来这个地缘政治局势 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升级 像伊朗核问题啊 各国的贸易争端啊 都会导致避险情绪的升温 那避险呢 自然而然会导致啊 资本流向美元进行避险 那美国的通胀数据也是 目前来看CPI也是过高的 也是继续一路走高 那市场呢 也是对美元有一个看多的一个情绪 美元指数啊 今天已经是突破了93了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点了 那并且并且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呢 我这已经加粗了 就是说美联储啊 已经公布了我要加息的一个时间表 那在这儿咱们稍作解释一下 美联储加息啊 或者说某个国家加息啊 对于一个国家的汇率是利好的 这么一个信号 那降息的话是利差的这么一个信号 那美联储啊 已经公布了加息时间表 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加息 甚至可能会提前啊 那看市场怎么反应 但是啊 澳联储明确的表示 在2024年之前是不会考虑加息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明显的 咱们不说剪刀差吧 那是一个加息 一个不加息 那就很明显啊 那澳元就会有一个不利的一个因素啊 从政策层面来讲 并且啊 咱们还说到 避险情绪升温 资产流向美元 美元走高 全球的大宗商品的定价啊 都是由美国这个霸权的国家的货币 美元去定价的 无论是原由也好 铁光石也好 都是呢 这些比较重要 都是通过美元来定价的 那如果美元上涨 咱们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什么 敲敲板 对吧 画一下 一个敲敲板啊 那如果 如果说啊 美元 美元上涨 美元上涨了 美元的这个重量变多了 那 呃 美元上涨 那这个铁光石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铁光石的如果价格如果下跌的话 就会影响到 咱们刚才说的啊 澳元的一个价格可能会 有一定的影响啊 有一定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风险 那那咱们这也是给出了啊 那像中国呢 下半年的话也是出来了一个新的政策啊 将会限制钢铁的产量 严控下半年的粗钢产量 大力推行碳中和的计划 那这个的概念也是做的非常大 现在已经出了一个碳中和的交易所 那以及中国两德的 中德两国的工业生产受到洪水影响 对铁光石的需求有的下降 并且啊 这是这个呢 咱们是从需求端解释啊 并且呢 铁光石的话 巴西呢 也是恢复了铁光石的供径啊 巴西的逐渐的话 恢复了铁光石的供应 那刚才我还说到了一点就是 呃巴西的这个铁光石 路途比较遥远 咱们还是回到这个地图啊 看的比较清楚 舒服一些啊 巴西的这个路途比较遥远 那每次中国如果进口的话 大部分都会选择在40万吨级以上的 啊 这个这个货船进行运输 但是呢 中国目前来说 40万吨级以上的油呃 港口啊 只有四个 分别是大连港 唐山港 青岛港 以及宁波周山港 这四个港口啊 一共才只有七个博位 可以停靠40万吨级以上的矿石船啊 啊 这个矿石船 那2000年的时候啊 中国因为和呃 澳洲政府呢 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不愉快吧 对吧 那停了这么多 那其实铁光石是不得已而进口你的 但如果是一旦找到替代的买家 比如说像巴西替代的卖家之后 那可能会减少它的一个进口量 那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大力的发展 40万吨级以上的一个 呃 船舶的码头 像山东的三大港口 青岛港 烟台港日照港都开始准备 已经当时2000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再建了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中国速度嘛 这个工程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那再加上巴西的现在这个 铁光石的供应跟上了 那可能后续的话 对于澳洲铁光石的价格 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影响 OK 那我们回到这个这个地方 再来看一下澳元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势啊 那这个的话 其实是昨天节的一个图啊 咱们是周线级别啊 咱们从技术面上 刚才这些都是都是这个基本面的分析嘛 铁光石价格不好啊 利差澳元 全球这个事件频发利好美元利差澳元 那澳洲近期疫情情况呢 目前来说也是没有利好的消息 所以说呢 整体来说基本面还是比较利差澳元的 那从技术面上来讲啊 他在跌到像 再画的一个清晰一点啊 像跌到像之前3.9这个位置啊 呃是比较困难了 因为当时一个突发的一个 全球的风险情绪导致的啊 因为疫情的话 导致风险情绪导致的这个 3.9这个价位 但目前来说的话 能跌这么快也是比较难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画的这个支撑阻力的这么一个 支撑的这么一个通道啊 大概是在4.7到4.5附近啊 那这个的话 近期啊 还是很有大概率去触碰一下的 那整体的话 这个周线级别的趋势啊 还是一个向下 但是呢 碰到这个支撑之后啊 有一定的反弹 反弹之后可能会像选择向下突破 或者说维持横盘震荡 当然要看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应 当然近期的话 美元啊 我们这个为了看得清楚一点 我们切到实时的这个图表上啊 我们通过这个侧面啊 美元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美元指数的一个图表 美元指数越高 这个数字越大 就代表美元的越强 它的汇率就会越高 那美元指数啊 目前有一个继续走强的一个趋势啊 跌破了之前的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线啊 跌破了这个收窄的一个通道 还是继续 可能会选择继续往上走 那之后的压力位啊 可能在93到94之间啊 如果说美元继续上涨的话 那澳元对美元的一个趋势啊 澳元对美元趋势啊 可能会继续延续一个啊 延续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咱们就要说了 为什么要说美元呢 那这就咱们就是因为说澳元人民币嘛 为什么要说美元呢 因为啊 人民币啊 它是有一揽子货币的 它的这个走势啊 除了受政策影响比较大之外呢 它和美元的走势也是非常像的 你看咱们拉出了澳元对人民币的这张图 咱们呢 再来这个 你看大家看这个日线级别下跌 对吧 上升下跌 咱们再来看一下澳元对美元 哎 这是不是啊 也是上升下跌 所以说因为人民币和美元的相关性 比较强 那我们分析澳元对人民币的时候啊 就不妨去参考一下澳元对美元 所以说啊 嗯 整体来说的话 澳元对 人民币的价格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继续走跌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目前来看 咱们的第一的这个目标点位大概在4.67附近 咱们看下是多少个点啊 4.67到 大概啊 7000多个点嘛 挺多了 因为这是日线级别的 大周期级别的 然后那可能要走得久一些 那之前其实我们也给出了很多次的做空澳元对人民币的这个单子 也都是以获利结束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 咱们虽然还没结束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快结束了啊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提问呢 我这边都能看得到 这边看到一个客户问 现在想问BHP的这个股价 现在整体来说股价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 股价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我们拉出来看一下啊 还是日线级别啊 那有了一定的回调 那结合着我刚才说的这个澳元对 整整体铁矿石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一下图表啊 那铁矿 咱们还是看这个啊 那有一个呃 compare有个对比啊 看起来比较好看 那铁矿石价格已经往下跌了这么多了 对吧 那BHP啊 这些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回调 并且呢 并不是说铁矿石的价格就已经是停止了 那看这个趋势呢 可能会震荡之后 根据供给关系 以及美元汇率 可能还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回调 因为大家就知道 铁矿石价格啊 从往年啊 一般是围持在100美元附件 当然后来从83一路上涨到200多啊 38才24呢 翻了将近三倍 对吧 比较夸张的一个涨幅之后呢 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但具体回调到哪里呢 这个还是要看后续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如果说您单纯是为了分红的话 去进这只股票 可能是有一点 不太划算了啊 对吧 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啊 有点可以再观察一下 并且这个股价明显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跌 但是具体的话 具体点位啊 还要根据您的一个 个人的这个 风险承受能力啊 以及资金量情况 这个问我进多少比较好啊 这个确实是不太好说啊 之前A50大跌这两天开始上涨 请问图形上是买入信号吗 看一下A50 A50也是比较刺激的行情啊 大家喜欢做指数啊 是吧 看一下啊 哎我怎么把这个面板看得更全呢 稍微等一下啊 A50 日线级别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给出了我用的这个趋势指啊 这个趋势的一个指标啊 那其实在这个每次回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都是一个进场的一个机会 可以起码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机会 但目前来看的话 已经涨到这儿的话 由于A50啊 每日的波动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大一些的啊 那如果说能回调到 大概1550点附近进场的话 那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的一个时机 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啊 那他其实之前每次 他这是一个双通道的一个支撑一个系统啊 那支撑在上轨的时候 进场的一个机会 当然由于他是一个比较大周期的一个指标 他不一定给出的进场机会 并不是很多 但是出现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一个机会 那关于这个指标 看一下啊 这个指标具体怎么使用 怎么获得 明天啊 您可以添加一下啊 咱们小助手 跟小助手要一下 或者说致电我们啊 给您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答 因为咱们现在网课时间啊 尽量控制稍微短一些 因为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网课的话 可能大家后续也跟不太上去 觉得有点无聊了啊 我还有问黄金啊 这个黄金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啊 星期一的时候 星期一的时候 不看日线级别啊 看一小时级别啊 星期一的时候啊 也是一顿暴跌啊 当时我是在 1700附近啊 1700以下的时候 进了一张多 但现在还拿着 但是目前来看 这个下跌的趋势啊 还是更强一些啊 空头的力量可能更强一些 那如果说 我设了一个 我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一个做盘的一个思路啊 那我呢是大概1690附近的单子 那我有一个保评损呢 大概是在1720附近 那如果说跌破 现在这个短线这个支撑啊 现在1725附近 因为黄金的波动会大一些 往往很多朋友做单的时候 设了一个止损啊 设了一个止损 碰到之后呢立马又回立马呢 又回了去 所以说对于黄金这种产品 我宁愿 比如说我止损点 可能放在 看在这个支撑位啊 看在1726附近 但是我的止损呢 我愿意往下放一放 放在1720 因为这个作为交易心理啊 其实是在咱们交易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除了咱们平时的技术面分析 基本面分析 即便是同样的分析 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给出同样的建议 那两个人做 他可能获利 有个人获利的这个更多 有人获利更少 他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就是咱们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 交易的心理不一样 有人提前就平掉了 有人可能拿了更久 咱们放长线 钓大鱼的道理 你止损放的越多 那未来他 他反弹的空间就越大 但是呢 并不能说你 止损放的越多越好 那要根据个人的一个 下单那个情况 以及他这个走势 那我呢 是因为底单是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说我就算放到20 那我有 就算我的利润缩水 那也还可以接受 对吧 那1750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走 我们其实1750的时候 当时给出的客户建议 也是给出黄金 在1750挂空单 这么一个建议 其实日线级别 1750的话 还是很明显的一个阻力位 对吧 1750附近 还是很明显的一个阻力位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 这个再缩小一点 整体的话 黄金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 但是我们就要看 这下面也没有支撑了 我们其实尽量的 不要对行情去进行一个 预测或者预判 市场的话 咱们不要去靠猜去做 而是说 他走到某些特定的一些 kpoint的一些关键点位的时候 我们觉得 现在有机会可以进场去尝试 可以尝试去做这一单的时候 那我们的进场去做这一单 对吧 设置好止损止盈 我跟客户建议的时候 一定在做单的时候 设置好止损止盈 即便你的止损点位放的大一些 止损止盈你可以不设置 Let the profit run 但是止损一定要设置 这就是防止什么 就是防止在咱们这个 外汇市场当中的一个 一些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 不是每天都发生 但是发生一次 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才能叫黑天鹅 对吧 那这个黄金的价格 如果您是多单的话 我其实是有多单的 当时我多单被损掉了 那当时是因为有周五之后 我下了个多单 但是周一的话 开盘就被损掉了 跌的也是非常快 整体澳元黄金白银走势 大概是相同的 看一下咱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澳美也是看空吗 我看一下澳美的趋势 首先咱们做单的时候 要确定一个长线 还是短线的一个思路 并不是说上来 咱们就做一个交易 那目前来看澳元的话 14小时层面 是存在一定支撑的 不知道您还在没在 澳元的话 支撑的话 大概在0.73附近 0.73附近 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 看一下 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用 我先稍微调整一下 大家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可能看得更清晰一些 澳元对美元的走势 对吧 同样的指标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澳元对美元 这是一小时 不看一小时 我们看4小时 4小时层面的话 整体在73附近的 这个 73附近的支撑 还是要看一看的 如果说能支撑得住 我们可以在底下逢低做多 但是也是要注意 我们前的双通道的压力位 每次碰到压力位的时候 看到没有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进场的位置 但是机会不常有 突然间想到一个笑话 就是咱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机会就像小偷 来的时候 悄无声息的 走的时候才发现 怎么样 损失惨重 对吧 那其实我们平时 给出的各种建议 就是说 也为了让大家了解 各种市场上的一个机会 平时如果您没有事的话 尤其像现在疫情 在家工作 可以跟我们沟通一下 一个外汇 或者股票的一个行情 就了解一下 现在有什么好的机会 我们下周的话 有一个网课 就会讲一下 像现在一些医疗制品 医疗用品 或者说像疫情 这个疫苗的一个股票的 一个哪些会比较好 会有一个未来比较好的 一个发展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 Delta病毒肆虐的 像现在莫德纳的 这个效果 是显示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 那很多信息 我们留到下周去讲 今天不能全部都说了 我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现在有问这个莫德纳 这个股票的话 我们现在稍后再说 今天主要先讲一下 欧元对美元 还有一个问题 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纽币 这几个 大家观察都非常仔细 咱们先说 先就着澳元说 澳纽的话 澳纽的这个机会 也是咱们放大周期 去讲这个计划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机会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 我们要等待 要像一个狙击手一样 去等待这个时机的出现 再果断出手 不是说 就是说这个市场 咱们看到每天都在波动 机会仿佛很多 但是有些机会 其实并不一定适合您 您要确定一下 您的风格 以风险承受能力 去决定咱们做单的一个思路 看到没有在这 澳元对纽元 1.00476 什么概念 澳元给纽币 基本一个价了 对不对 大家觉得可能不可能 澳元对澳元 澳洲 跟新西兰 整体来说 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 是完全相似的 但是GDP 相差了几倍 十几倍 相差是很大的 它1比1 肯定是不能答应的 对不对 当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机会了 进行一个咱们所谓的抄底 但是抄底需谨慎 因为咱们永远不知道底是在哪 有的时候您在1的时候 下了买了很多 但是下边它跌破1了 对吧 但虽然只跌了一点 所以说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流出余地 不要太贪心 不要钱 市场中的钱是挣不完的 咱们只能挣到咱们认知内的钱 一定要把风险 作为每次做交易的一个首选的考量的因素 不是说 咱们每次做交易之前 不是说我这笔能赚多少钱 而是要考虑我这笔最大回撤 或者说我们的风险在哪里 要顾头又顾尾 要考虑到风险以及收益的比例 正常来说 我一般来说 会设置一个大概是1比2的一个 1比2的一个盈亏比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止损放成1的话 那我们盈利至少是两倍 这样从概率上讲 从收益的预期上来说 是一个正的预期 正的一个期望 至少1比2以上 是比较划算的这笔生意 澳钮的话 目前还是一个 咱们回到澳钮 如果说能跌到1.04以下 1.045以下 可以进行一个抄底 或者说多头的一个逐渐布局了 但是不建议一次性的下很重的仓位 现在一直在1.045到1.05之间 来回磨蹭 50个点左右 50个点其实换算一手的话 也就是500纽币的一个收入 也还可以 但是如果想机会更稳一些 那就1.04 1.040 1.04的话是更稳一些 有客户就说 既然觉得澳元对纽约要下跌 为什么咱们不现在做空它 因为现在做空的话 你并不知道它市场是怎么走的 我们不能去猜测 但是对于刚才咱们解释到了 澳钮的属性来说 如果说它能跌到下面 咱们从低做多 整体来说风险相对来说是更小一些的 对吧 要符合大趋势的一个走向 整体一个基本面 它是这样决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一个别的问题 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这也看了比较多 这个还之前给了 画了一个支撑 这个不是提前准备的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好早之前给的 一个支撑位 那欧元对美元的话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下跌 咱们把这个拉长一点看看 看是不是还有效 很给力 走到这 咱们说技术指标 做这个画趋势线 其实是做技术分析的一个基本功 你其实在确定这些点的时候 这个点的位置 已经给出到您了 所以说 那像在这 跌破这个位置的时候 进场做空的话 那可能 拿到这儿 对吧 那当然这个都是咱们从 从右向左看 这个谁都能说得了 咱们主要还是看一下 往后他怎么走 对不对 那首先呢 欧元对美元的话 美元呢 咱们还是继续看多的 咱们还是先看美元指数 我的习惯 无论做交易 还是先看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 那美元指数 那美元指数的话 突破了这个 咱们画了这个区间之后 还是有一个向上突破 但是呢 由于是两天的话 还不确定是否是一个真突破 还是一个假突破 如果假突破又回到这个区间内的话 那美元可能还是会沿着这个区间的上轨 进行往下的一个回调 但是呢 以这个蓝色的这根支撑带 作为一个支撑 如果继续向 但是目前咱们就就是目前去是说 如果继续向上的话 美元继续看多 大概多的位置 它的阻力位呢 大概在93.5附近啊 也就是93.5附近 94以内 那欧元的话 还是会继续的一个下跌的啊 这个是很明显 继续下跌的 可能下跌的幅度啊 大概在 如果说还是按照刚才美元的走势走的话 可能会在1.64 1.65附近 跌破这个支撑 之后 得到这个黄色的 红色的这根支撑带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 那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一个行情 但是呢 他如果说美元不继续走 那可能走到这之后 那欧元进行一个反弹 也不是不可能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 就是也是可能的嘛 因为这个市场充满可能 我们无法预测 下一步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只能说 在一些比较合适点位 进场做一个尝试 那其实说到欧元对美元 那客户觉得说 那这个 像 我看还有问 放 放牛 放牛之前 咱们先等会说放牛 说到欧元的走势的话 因为和美元有关嘛 对吧 那美元 如果大家不知道美元怎么走 你看现在在这个位置 他上也行 下也也有可能 对吧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 做换一个角度 我们不去做支盘货币 支盘货币就是和美元对的 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英镑 美元对欧元 对吧 美元对瑞朗等等 我们做像插盘货币 欧元对英镑 对吧 为什么说做欧元对英镑呢 欧元啊 其实相对来说 英镑是一直是看空的 那欧洲的整体 基本面是要远远 远远是不如不如英国的 那那要是比英国好 英国干嘛要脱欧呢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那咱们还是回到目前来看 日线级别 哎 已经跌破了之前的这个支撑轨道了 欧元的话 因为一直是看空 嗯 现在进场点位并不是很好啊 现在不上不下啊 不上不下的这个位置 其实进场的话 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方向 咱们看日线级别的 没有机会的话 看四小时啊 其实不同的一个时间级别 都会去找一些机会啊 四小时也不是很明显 一小时啊 一小时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大致方向啊 就是看空 看空这个欧元对英镑 如果说能回到这个区间的话 可能啊 或者一直在这个这个下轨徘徊 然后可能还是一个距离做空 当然也有可能距离像不好说 这个要具体走到呢 再看因为从 因为这是四小时 和日线级别的吗 那可能走出来 好像需要时间要久一些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新的问题啊 大家稍微等一下 看一下我这翻的比较吃力啊 没法放大了 还有刚才客户问说像A50进多少比较好的啊 这个的话 呃没有办法给出您一个具体的一个点位 说做做一百手 对吧 你仓位也不一定有那么多钱 所以说点位啊 咱们要量力而行 那我个人的一个风格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是去试单子的话 我会把第一单的这个资金的占用量控制在10%以内啊 即便是有亏损了 那我也可以忍得住啊 这个是对于资金的一个使用量的一个问题 咱们还是采取一个梯度建仓的一个策略啊 那如果是行情按照咱们的一个发展 那可以说啊 判断趋势 还是朝着咱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加仓的这么一个操作 原油其实也是我想说的 不知道有没有做原油的客户 原油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那日线级别啊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级别啊 原油的话 这两天的话也是从最低点的65.4啊 上涨到最高68附近啊 那目前来说呢 还是有一个往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基本上都是踩着这个通道啊 这个通道其实你说好用吧 它也还行 但是有些行情的时候 它其实是并不适用的啊 因为像单边行情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指标是比较好用的 像进场之后呢 基本上拿的都是一个大行情 就算在这离场对吧 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盈利点了 有些客户啊 可以可以这个咨询一下 我们给您做一个单独一个讲解啊 因为这个的话 后面设计的线啊 以及理论是比较多的 后期可能会单独出一 出一堂这个课程去讲它 那目前原油的话 还是一个继续看多的 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啊 那获利的话 可以先暂时放在 现在67.5嘛 那我们现在就试论是 那放在网上一美金 68.5到69附近啊 都是可以考虑的 都是可以考虑的 OK铁矿石 我们看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啊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的话 我还有一点想讲的啊 这个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中文特色服务啊 那我们呢 平时呢 包括像开盘的时候 一个中文的一个短信提醒 包括今天像 比如说短信内容 大致就像是啊 今天呢 澳元兑美元看多啊 目前价位 目前呢 看到看涨的这个目标点位是多少呢 止损在哪 那大概会给出 这个每个分析师啊 都会给出那么一些建议 包括像股票呀 外汇都会有到 那包括其他的 像一些市场的一些重大新 重大新闻的一些提醒 像昨天或者说 昨天晚上 咱们这个美盘时段 发生什么重要信息 以及今天可能将有 有什么重要的一些数据公布 那我们都会以短信的形式啊 邮件的形式啊 发送给您 那并且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 在线的一个直播客啊 那包括周二周四的话 都会有周二 周二的话比较面向 咱们大众 都会听到 那周四的话 主要是讲一些行情的分析 会面对咱们自己的一些客户 那您啊都会有一个 专属的一对一的客户经理啊 会给您一个全程的 一个一对一的一个指引 你哪不会啊 我们就会 一对一的去教你 包括从软件的使用 然后技术面 基本面的分析 信息怎么去看 怎么去参考哪些信息 比较好啊 那平时呢 我们也会给出一些 像股评报告啊 惠评报告啊 这些都会给出到 咱们的客户手中啊 那也是像我们之前写的 悉尼机场 那签证的也是大涨 那像啊 写出的港股的一个 港交所的一个股评报告 那也是港 在股评报告 大概两周之后 那港交所的这个股票 也是有一个 比较喜人的一个上涨啊 比较喜人的上涨 好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啊 不知道大家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如果有的话 可以给小助手留言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期待您的下次的参与啊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Rick 拜拜 拜拜